手机一连上蓝牙耳机就开始自动放歌 这是为什么 怎么解决 通常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涉及到耳机设置 音乐APP播放设置两个方面 咱们来看看这些问题具体怎么解决 1.耳机设置问题 一些蓝牙耳机有佩戴检测功能 开启后戴上耳机就会自动播放音乐 建议到蓝牙耳机对应的官方应用内关闭该功能 此外某些耳机可能支持触碰控制播放功能 比如我的蓝牙耳机设置了双机右耳机就播放或暂停 你同样可以在耳机APP内进行设置 修改或关闭这种控制方式 2.音乐APP播放设置问题 多数音乐应用程序都有相关的播放选项 允许蓝牙设备唤醒并播放 留意一下你每次连上蓝牙耳机 就开始播放音乐或音频的应用是哪一个 直接在该应用程序中修改相关设置 以网易云音乐为例 点击我的 选择左上方的更多菜单 点击进入设置页面 找到允许蓝牙设备唤醒网易云音乐 关闭该选项 其他音乐APP的设置方法可能略有不同 但基本可以在设置或播放设置中找到相关选项 最后你还可以查看一下 手机蓝牙设置中有没有禁止自动播放或类似的选项 如果有开启它 这样可以更有效阻止各种音乐应用的自动播放 你get到了吗